我们种小番茄呢 一定在定制之后的大约10天至15天呢 一定把它握抖 我们为什么把它握抖呢 握抖之后呢就出现这个现象 因为小番茄呢 我们一定要双干整制 你握抖之后呢 它那侧枝啊就长得比较快啊 侧枝呢很快就赶上主枝了 你看这个 这个侧枝跟这个主枝 基本上长得一样忘了 你看这个都一样啊 如果你不握抖的话 如果你不握抖的话 我只找一个啊 没有没有握抖的哈 你看这个呢就没有握抖 这个握抖之后呢 这个组织形成顶端又是 这个侧枝啊 永远赶不上这个组织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种小番茄啊 一定要握抖 把它握抖之后呢 这个侧枝啊 能慢慢的能 能能能能赶上这个组织 这样的面掉起来就要高了 如果你不握抖的话啊 就形成顶端 像这个没有握抖 顶端又是这个侧枝啊 永远 追不上来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二次握抖啊 我们一牛啊 这看没 一牛二次握抖 这个马上就赶上 你看这个 这个握抖了 你看这个很明显 这个没有握抖是吧 你看这个 这一刻就握抖了 你看 这个握抖了是吧 这个这个侧枝 今天是赶上组织了 所以说 所以说呢 我们小番茄啊 双干整只 三干整只啊 一定握抖 如果出现红热汁啊 我们二次握抖 一切 就是 那个 那